首先上場的是 家族神經音隊 當過BJ 還有流行節目主持人的榮家 今天帶著一家大小錢來挑戰 他們能夠各司其職 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強處嗎 榮家的妹妹劉戴盈 參與了直劇場演出後 一戰成名 還入圍了當屆金融獎 最佳新進演員 而且擁有學霸背景的她 能為家族過關斬將嗎 從底堤變哥哥的李洛陽 不只會唱歌跳舞 還會自己寫歌 非常有想法 不過身為家中的老妖 今天與姊姊們組隊 答題還是要小心 否則答錯的話 姊姊們會怎麼對你 我們就不知道囉 好 那一開始上來的是 家族神經音隊 真的是神經音 真的 每個都是人生勝利組 主那麼好 謝謝教育的 洛陽 顏值很高 而且你們一家子 四個兄弟姐妹 在演藝圈發展都非常棒 謝謝 我姐姐也是活動 和記者會的主持人 她今天非常想來 OK 想要 其實演藝圈有很多 就是一家子都在演藝圈發展 也多 但是遺傳 對 那邊也是 對 而且除了那邊也是 他們當然有資格這樣 上來當第一組 對 可是為什麼我老是 聞到一點濃濃的 鼓鼻啞啞啞啞 有沒有這種感覺 對 就是說這種組合 我們好像常常會看到 為什麼榮家他們可以當第一組 第一組 是不是有一點私心 這我也不知道啦 你自己說 我不知道 先買 先不要 榮家你們為什麼會是第一組 對 應該就是前女友的關係 真的嗎 真的嗎 說不算還會蠻簡單的 帥帥 所以製作單位只是有私心 就是故意幫瑪奇大哥 然後把前女友擺在第一組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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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辭求什麼 不錯 太羞了起來 不錯 博捷賣你 不錯 博捷賣你 不過這樣子 榮家我們待會兒一題 就可以決定你們可以參加 獎金挑戰賽 好 而且 蜘蛛大哥 就看看你們兩個人情有多濃 看你加碼就知道了 好 好不好 OK 這加碼如果只有500塊像話 那怎麼辦呢 10塊 OK 好 那一樣我們就一題 就可以決定你們可不可以 參加獎金挑戰賽 好嗎 來 來 看點大哥加碼題 請 好 這個是一個圖片題 請看圖片 來 我們看上面的圖片 請問 這是LABOYS的哪一張專輯 這個太難了 好難耶 對啊 好難 別人說難就算了 劉榮家 很難好不好 你說難 我認識這個人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長這樣了 他已經 來 有選項好不好 有選項 對你們很好 很難耶 很難吧 這就是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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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 哪一個 這個你們可以討論沒關係 討論一下 這個你們可以討論沒關係 應該是跳 應該是跳吧 好 那就跳 好 那就是跳 邏輯上來 答案是 跳 跳 跳 確定 確定 真的嗎 跳 說了確定不能改了 標準答 我們這邊還有那個卡帶有沒有看到 以前那個名單的卡帶 你看看 你不簡單耶 跳 你竟然還有 對 我是本師來的 以前我也是 因為LABOYS我才接觸街舞的 真的嗎 對 也是看他們 從小就在模仿 很可惜今天沒有辦法跟他一起跳 對 因為他動 OK 好 那恭喜榮家這一組 然後答對了這一題 那請問一下我們線上 我先看一下 線上有2200多位都答對了這一題 麻吉大哥 這一題我們加碼的獎金要怎麼給 怎麼 加碼多少 就知道你們兩個人當初情分有多濃 多少 500嗎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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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看一下 快點看一下 全部是多少 全部是多少 500加5000 加1萬 加2萬 那是多少 多少 多少 3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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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 好 所以我們線上所有這2000多位呢 可以評分這3萬5千5百塊錢 OK 那一樣榮家 就看你們下來能夠拿到多少獎金 加上後面這個 OK 能拿多少就看什麼本事 來看點告訴大家 怎麼 你要用剛才那個方式 來怎麼加入我們 很簡單 你只要拿進你的手機 下載17直播APP 然後進入台式17Q的直播間 或者是拿手機掃描 好 螢幕又向方的QR Code 可以來答題拿獎金 我才成爺 好 好 來進入我們的獎金挑戰賽 獎金挑戰賽 規則介紹 如果是征服加入或者是答錯 則會轉換成觀眾模式 答題時間為10秒鐘 只要能連續答題到最後 就有機會可以贏得10萬元獎金 好 現場是因為循著男女私情 然後下來什麼 不是 因為為了要照顧以前 我超不想來的 因為其實我智商還滿低的 然後 對 但我很害怕那個害網友 沒辦法達到最後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不會啦 有求救 可以用 前四題有一個求救 好不好 只有一個求救 OK 好 你們那時候交往的時候知道 他會現在一路這樣發展成這樣嗎 欸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沒有想過這件事 OK 那現在會覺得後悔嗎 當初到底誰說不要 欸 你說啊 先不要 先不要 我沒在聽 你沒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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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在聽 我財神爺 他只要給錢而已 你現在就知道他是聰明的 OK 他就這樣都沒有在聽 所以你知道 OK 好 來 榮佳記住 前四題有一個求就可以有 好 好不好 放輕鬆 說了確定不能改 好 準備好了嗎 嗯 好了 來 榮佳獎 獎金挑戰賽 小學觀 來 第一題 請問 炎炎夏日想要清熱消暑 要選擇下面哪一個比較好 四五湯 薑母茶 麻油雞 綠豆湯 太簡單了吧 你們真的對我很好耶 對啊 是真的有私情齁 仔細思考一下 連你自己都覺得 這是難的 這什麼嘛 而且因為你剛剛講說 清熱消暑 想說 為什麼要清熱 第一題就要清熱了 對 綠豆湯 確定 綠豆湯 標準答案 OK OK啦 不錯 不錯 下面來賓有沒有人覺得這真的就是尋思 絕對就是尋思 絕對才會這樣 對啊 什麼路嗎 不要這樣 前兩題通常小學觀嘛 好不好 小學觀 你們等一下上來小學觀也不會太難 好不好 OK 來 第二題 請問 如果你到我們台灣M的速食店去點餐的時候 下面哪一種行為不算OK 漢堡 不要生菜和酸黃瓜 喝了一半的玉米湯你要求免費加湯 請店員幫忙擦屁股 挑掉沙拉中的紅蘿蔔絲 請作答 什麼 不算OK 不算 你們這個是為了某人量身定做的題目嗎 是嗎 因為現場就有人會走這個路線 你是說擦屁股的部分嗎 不算 漢堡不要生菜和酸黃瓜 確定 這個很正常 這挺難 漢堡不要生菜和酸黃瓜 確定 標準答案 等一下 榮佳 你說標準答案 習慣是這個要 就有人講話最大聲 所以 所以麻吉大哥到漢堡店去 他是會跟人家說我不要這個不要那個 就是他到就是這個速食店 然後他就會要 我就記得他就只要肉和麵包 然後其他都不要 然後逼人家薯條一定要現炸 然後如果人家明明薯條滿滿的 他就是要人家現炸 他沒有現炸 他就不走 他就要站在那裡 對 要現炸 這是你跟他 不要加鹽就好啦 對 這是你跟他分手的原因嗎 就是 我沒有辦法跟奧卡當男女朋友 太太太 麻吉大哥 你的習慣是這樣嗎 因為他受不了 我並不覺得真的是奧卡 對啊 就是要吃現炸的薯條 對啊 我們客人有權利 要吃薯條 要吃燙的 燙的 燙的 以後會不會所有人到那裡去 都說我要現炸的薯條 好不好 其實真的比較好吃 這樣嗎 OK 好吃很多 好 那榮家過了小學關 球球還沒有用 要不要換人 要 換誰 來 洛陽 弟弟 來洛陽 來洛陽 加油 加油 壓力好大 好 放輕鬆 還有一個球就可以用 好 好 好 如果要是男扮女裝跟榮家很像 對 在網路上看過 如果以後他沒空的話可以 就你來 也是OK的 對 我知道麻吉大哥為什麼要分手 好 他怕搞不清楚好不好 來 放輕鬆 好 OK 來 中學關 先讓你看一段影片題 來 請看 這個是 好 這個九宮格 最關鍵的中間那一格 要填入哪一張專輯 哪一張專輯 好 四個答案 因為在29號 金曲獎 然後台詞轉播 OK 從5點開始一直到7點 一直往下 那這個是這一次金曲 所有的相關一些訊息 哪一個 剛才那個九宮格 哇 怎麼沒有跳 這真的很困難 那也沒跳 你也 你也 對 我先求救好了 求救 好 來 認真 沒關係啦 不用 天使召喚還是沒有球員 天使召喚 天使召喚 小Q 他怎麼不知道 哈囉 洛陽 你只是想要看他吧 對 小Q太可愛了 你是故意要叫小Q出來 對啊 OK 來 小Q 洛陽就是想要跟你見一面好不好 來 你趕快告訴他 聊聊天 然後告訴他你的建議 那我答對的話 我也要加碼 我也要加碼 OK 麻糬大哥聽到了好不好 好的 這一首歌呢 它有一個歌詞叫做 誰說錯的 對的 說美的 醜的 小Q覺得自己怪美的 這就是這一張專輯的 主打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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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她給你的建議 你選擇的答案是 我選擇是這個 Ugly Beauty OK Ugly Beauty OK 確定 是 確定 標準答案 兩個姊姊受不了 在後面一直唸 你沒意思他根本不該用球球 對啊 有點誇張 因為他身為 知名DJ 不是 我就是很想跟小Q 對啊 你想跟小Q聊天 你還有第四題也可以聊 真的 是啊 沒有那 好 那你要收回嗎 OK 我問一下 因為已經錄了第三題 你們有沒有設一個門檻 對 就是如果要是沒有過多少題的話 有沒有什麼東西要拿出來 包括要表演些什麼 那我來決定好了 好 來 來 容家 姐姐來 六題 要過六題 六題 因為我想說有私情 應該六題 對 應該沒問題 如果沒過六題呢 怎麼樣 就是 是 極醜鬼臉 三連排 要夠醜 要夠醜 你們三個 OK 極醜 極醜 OK 好 準備了 好 來 第四題 請問 HIPHOP 音樂文化最早起源於美國哪一座城市 紐約 西雅圖 李特律 波斯特 請做檔 Or 韓國 邏輯上來說 HIPHOP 應該是New York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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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知名DJ吧 對 她剛剛已經說 確定了 確定了 大家可以討論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漢教大哥 起源在哪 你確定了 你確定了 脈教大哥 哪位確定了 起源 你知道嗎 起源就是原創的地方嘛對不對 哇 你完蛋了 只有 你完蛋了 開玩笑了 應該是 應該是 龍佳丹也覺得是 是嗎 嘻哈的感覺 嘻哈教主都說話了 對 他教主在哪裡 我覺得他好 OK 一定的 紐約 是 標準答案 沒問題啦 最早發言布魯克林區 OK 好 來 過了四題 後面也沒有求救了 是 大學關以後要不要換人 肯定要 肯定要 那就是你的戴影嗎 嚇到 來 戴影是讀 大學是政治大學 A 同校 校友 好 學妹 OK 學長好 放輕鬆 好不好 後面也沒求救了 你也不用管他們兩個了 好不好 OK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 大學關 來 第五題 請問 巴黎的知名地標 艾菲爾鐵塔 它除了是知名景點以外 它也曾經有許多的功能 但是不包括下面哪一個 風力發電 廣播電台 電話監聽台 收集雨水 請做答 好難喔 不包括 對啊 不包括 不包括 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過 想想看艾菲爾鐵塔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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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確定 誰 來 阿群 你覺得答案為什麼 我其實剛從巴黎回來 但我居然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有拍的 所以你去巴黎幹什麼 有拍 有拍到照片 如果你選 你會選誰 我也會選風力發電 或收集雨水這樣 兩個選一個 二選一啦 洛陽 我也會選風力發電 你也會選風力發電 對 有誰到 去過艾菲爾鐵塔 或到過巴黎的舉手 有啦 我們去過巴黎 巴黎 巴黎 淡水 我也常會 好不好 巴黎那個河岸有 還有巴黎島 KIMIKO老師 他去過 如果你會選哪一個 我剛本來以為 這一題要問我說 巴黎鐵塔上面的餐廳 是哪一間 所以你們去都不會看一下 人家的介紹或什麼這些 對 好像沒有介紹這個 看不懂 因為寫法文 OK 沒有 好難喔 這一題 帶銀選擇的答案是 風力發電 艾菲爾鐵塔 這麼有名 它不曾有過什麼功能 是風力發電嗎 來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以後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台式一期Q的現場 好 現場是神奇音家族 現在是正大畢業的帶銀 然後進行大學關的挑戰 第五題 艾菲爾鐵塔 非常多人都去過 好 那它有許多的功用 不包含哪一個 這四個選項裡面 你最後選擇的答案是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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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像這種鐵塔 是廣播電台應該不是有問題 應該是 對 應該有吧 滿正的 很多大家看到的高塔 大概都有這樣的功能 對 電話兼聽台 這有一點不太道德 對啊 這有一點不道德 他是在二戰的時候 對 曾經擔任過這個角色 對 而且成功地截獲很多 德軍的一些的密碼 了解 OK 所以 看來就是 風力發電跟收集於水 這兩個 哪一個從來不成過 是風力發電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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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難 來 來 真的是收集 風力發電 以前他也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在2015年開始 最近的 最近的 他們裝了兩組發電的渦輪機 所以他的發電 夠他們一層樓使用 OK 原來 但收集於水 對 他們也沒想到 為什麼要收集於水 好不好 所以不在他的這裡 OK 好 你看 其實也不多 而且很多人講風力發電 謝謝你們 對不對 風力發電是最多的 OK 好不好 得不孤必有零 OK 好 那過了前面兩關 那有三萬塊錢的獎金 那我們要 17寶寶跟台式寶寶選一個Double 來 誰選 好 龍佳 我 來 還是姐姐來 哪一個 17寶寶 17寶寶 是Double嗎 翻牌 Double 來 我們趙醫師那個地方 來 就是Double OK 好 也非常謝謝神經家族 謝謝 謝謝 OK 謝謝 謝謝